您知道目前的遇難者 現在的遺體在哪裡嗎 我問的是院長 我問的是院長 主委請您稍等 我問的是院長 這不是一個很難的 這不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花百日我們也去祭拜 我想要問的是院長 您知不知道 他們 不是我沒有問你 祭不祭拜的問題 我沒有問的問題請您不要回答 我問的是他的遺體是否在哪裡 人在金門 我只是跟你確認一件事情而已 不要這麼緊張嘛 我希望我們的這個院長 我們有一個跨部會的工作小組在處理 不好意思主委 您要尊重我 您去過海巡署 最近去做海巡署 當海巡的靠山 說遇到不法該去逐就去逐 我是非常認同您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那去鼓勵海巡弟兄 我也覺得很好 因為他們真的很辛苦 我們也不斷的在幫忙 爭取更多的設備 包含密錄器等等 但是我想要詢問 院長您在巡視海巡署的時候 並沒有提過過去的這個 先前發生的驚嚇海域的事件 請問您知道驚嚇海域事件 目前發生已經幾天了嗎 請我們的這個主委先不要回答 我問的是部長 我問的是院長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來院長 2月14號發生的 對 已經115天了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您知道目前的遇難者 現在的遺體在哪裡嗎 我問的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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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請您稍等 我問的是院長 這不是一個很難的 這不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我想要問的是院長 您知不知道 他們 不是我沒有問你 祭不祭拜的問題 我問的是位置 這一些遇難者他們的遺體在哪 院長 主委有一直跟我說 包括那天他有跟我說 這件事情 他們現在在處理的過程 以及他們對家屬 過去的一些協調的過程 還在金門嗎對不對 我們很希望整個事件 就是以家屬為中心 我沒有問的問題請您不要回答 我問的是他的遺體 是否在哪裡 人在金門 我是跟你確認一件事情而已 不要這麼緊張嘛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金門事件雙方的會談記事 從2月23號開始 前面有很多的協商 但一直到3月3號以後 就停擺了 目前海巡署提供給我們的資料 停擺不是在3月3日 等一下 14號 這是我 這是我跟你們公開所知 你們回覆給我的資料 這是我們公開向海巡署所知的 資料上面寫到的 最後一場協商會議 在3月13號 你們後來為什麼 沒有繼續開協商會議 跟委員報告 我們後續其實在3月底 以及5月初 又有重新聯繫了兩次 但是聯繫的這兩次 我們認為說其實還是重複在 卡住的關鍵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這兩次仍然沒有相當的公式 好 了解 那請問在協榮泰院長 所以我們並不是沒有在處理 不好意思主委 主席我問的是院長 因為現在是我在跟院長質詢的時間 是 院長請問一下在您上任之後 對於這個驚嚇事件 那遺體還在金門 那事情還未解決 作為院長 你認為應該要怎麼樣去處理 您接下來的規劃 會給予海委會的指示是什麼 好 這520到現在十幾天當中 我跟管主委就很多的業務政策 包括這一件事件 我們都有一些討論過 我當然希望他能夠 在過去已經發展過的一些 雙方協商的過程當中 能夠持續的把這個事情做一個了善 這樣才是對王者最大的一個敬意 好 我希望我們的這個院長 能夠積極 我們有一個跨部會的工作小組在處理 不好意思主委 您要尊重我 我們剛剛都是很好的在溝通 我們也沒有吵架 所以請您不要插話 好 那我們的院長呢 我真的希望說我們可以積極的來處理 因為我們難道賴清德總統四年的執政 遺體要放在金門一千多天嗎 這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所以我們給部長很大的期許 主委很大的期許 也給院長很大的期許 希望能夠盡快的來再次開啟協商 就算我們知道你們有一些困難 有為難之數 但也盡量的去做 院長可以嗎 那也請委員能夠聽一下主委 到底困難在哪裡 困難在哪裡 其實我們問過了嘛 您就說這個 我給您一點時間說一下好不好 與我國的制度對方不予承認 那問題關鍵都卡在說 我們很希望人道優先來解決 但是當以政治為前提來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真的就很難往前走 所以有可能賴清德院長的一千多天任期都沒有辦法把議題運回去 如果能夠雙方都以人道為優先 那如果對方他不願意的時候 那就是放一千多天 我們一直都很努力 其實一直都很努力 知道了喔 那我們看一下先 民眾覺不覺得你們很努力 這也是另外一個觀點 因為我們有承諾要保密 臺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近五成都認為 表示對你們的做法是不滿意的 雖然你們 因為我們對於中國的做法 我們保密而沒有對外 所以社會大眾並不了解 所以你們對社會大眾所做的溝通 並沒有讓人民感受到 那3月的時候的 我們信守承諾 我們對中國有善意 不好意思我剛剛已經給您回答的時間了 那請您尊重我的發言 新的議題 我們在講的是 民眾對於 這個有五成表示不滿意 結果我們的海委會主委 管碧林主委仍然被留任 代表包含我們的總統 跟我們的院長 也認為這件事情處理 你們是滿意的嗎 那請問 最後我要問一下院長這個議題喔 就是說 你有沒有信心在你的任期之內 能夠把議題的問題 人道的問題處理完畢 在我們在任的每一天 我們一定把它處理 盡心盡力的處理 但是這有雙方 政治因素的考量 好的 我們對人民的說明 也有一些必須 沒有辦法那麼公開 我懂我了解 但我不希望 遺體在賴清德上任的四年之間 一千多天都放在金門 這是我的想法 大家好我是主播賴政凱 你知道膠原蛋白會隨著 軟骨的退化而減少嗎 掌握增強行動力的密碼 35歲就是個關鍵 你想要軟Q軟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體宇宙 雖然我常常寫錯字 所以我就要錯別字 但挑選保健品 倒是沒有錯過喔 一天兩包40G 專利膠原蛋白增強行動力 跟圍棋上山下海跑新聞 實際研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夠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的原料進口 專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屬 需要檢驗SGS檢測 全都過關 品質把關有保障 成分單純0千加 吃了超安心 無論你是銀髮族 還是運動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薦 因為這不是要 保養習慣從現在開始 90天的青春有感企劃 打造行動有感每一天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我的天啊 我不會說 你不想做 我不會說 有一段waż的 我們不想做 你不想做